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現在有兩個圓 一個O1、一個O2 半徑分別是8 跟6 AB是它的公切線 AB分別是切點 O1、O2是連心線 跟AB交於P點 這個角度 PO1A是60度 他現在問說 O1A比上O1P 比上AP 我們看,因為這個是切線 所以這是90度 所以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60度 這是30度 所以這是30度、60度、90度 那個三角形 所以它的邊長分別是 1比2比3 這是1 這是O1 1比2 2 比3 這是三角形 就是直角三角形 30、60、90 那個三角形的三邊長 我們看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比他問AB 等於多少 AB 就是AP 這個比這個 1比3 這是8 所以這是8 這個也是60度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平行 這是內錯角 所以這兩個平行 所以這兩個平行 這是60度 所以這是1比3 這6 所以這是6跟3 所以AB長度就是8跟3 加6跟3 等於14跟3 再來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 他問那個連線線的長度 O1、O2 等於多少? 這個等於 這個三角形的斜邊 跟這三角形的斜邊 長加起來 這是8 所以這是兩倍 8 8、26 這是16 這個是6 所以這是12 所以是16加12 所以是28